好,那我們就正式開始錄製了 好,各位那個 宋阪樂同學 非常感謝各位選修我的課程 個人感到非常榮幸 能夠跟各位上這個課程 好,那這個是國境警察 那我們這學期會探討一些國境警察常用的相關的刑事法令 然後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的話 因為那個刑事法令有時候會涉及到刑法 所以第一堂課再請那個未成介紹 宗教管制的相關法令 除了那些法令以外 如果你有找到其他涉及到那個宗教團體法以外 也是可以介紹這樣 好,那各位同學好 還有各位嘉賓好 那今天是2024的9月11號禮拜三 好,剛才我們是不是有看到的那一些 就是投稿期刊常常會犯的錯誤嗎 好,那各位請翻到那個 請打開這個公共行政學報論文 撰寫體力 因為我在投稿國外 就不是國外 國內的台灣政治學會 或是公共行政學會 其他學會的時候 他們很重視的就是說 要那個引助格式都要參考什麼格式這樣 每一種學門的格式都不大 大同小異 但是也有一點差異性這樣 好,那各位打開 這個公共行政學報論文 撰寫體力2023五月版的 我剛好今年有投稿台灣政治學會 今年是在那個 在淡江 淡江大學 剛好我有投稿兩篇都有錄取 他那個就是要照他們的格式寫這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中文撰寫體力 通常我們 剛才我們看的那一篇 那一篇那個期刊 他是不是隨意下注 有一種叫做那個夾注 內文的夾注 好,各位看一下那個 內文的夾注 內文的夾注要 內文的夾注 內文的夾注怎麼注呢 好,各位請翻到第三頁 第三頁 文獻的引用這方面 就是引注的格式 有一種是夾注 有一種是夾注 內文的夾注 一個是那個 每一頁的隨頁注 法律的啊 哲學的啊 宗教的啊 剛才我們看的 是不是宗教比較偏向哲學 他是比較偏向那個隨頁下注 隨頁下注 但是那個公共行政的 還有那個公科的 公科的 還有公共行政的 他們通常都是夾注比較多 政治學們也是 政治學們 好,各位我們看到第四頁 文獻的引用 有沒有,那個作者 連帶頁別 這個蕭吳童 鬥典 1999 夜三五年 那剛才我們看到那一篇是 宗教是不是哲學的 哲學類的沒有 哲學類的還有我們 國際警察學報 都是用隨頁下注 那各位如果寫論文的話 就看你的指導教授 不過我們系上是比較偏向 隨頁下注的 因為文法史的 我們比較偏向隨頁下注 公共行政 比較在文章裡面的夾注 這樣 好 我們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直接看那個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文章的那個 參考格式面臨的問題點 各位看到第五頁 參考文獻用力 這樣 參考文獻是文章最後 最後 最後以後我們弄完了以後 我們中文的 我們可以全部給它mark起來 mark起來 然後 我打開一個 我打開一個那個 握的檔 各位那個 你不用一個一個字排 我剛才寫文章的時候 好像是 用一個字一個字排 這個 各位這個握檔裡面 排序 我把它截個圖給各位看 A到G 中間裡面有一個A到G 然後一個箭頭下面 我們把它mark起來 中文的把它mark起來 然後A到G A到G那個箭頭 你給它點一下 它就自動給你排 英文臉是一樣 所以不用 不用一個字一個字 這樣對 我算筆的話 太麻煩了 好 我們看一下專書 各位我們看一下專書 專書 然後 作者 年代 年代 到底是要放在最後面 還是放在作者的後面 放在那個 這個引珠的最後面 還是放在作者的後面 有兩種格式 那個 自家哥 現在那個 全世界比較用 常常用的 一個是 這是學家哥的 學家哥的 就是作者 他年代就放在那個 後面 頁碼的前面 年代 書名 出版3 然後呢 假設也專書 然後再來就是年代 年代在後面 法律選文很多 中研院的那個 我們國內那個 學術界最強的龍頭老大 是中研院 中研院的那個 年代就是放最後面 但是 但是 一般公共行政類的 還有我們警學中堪的 就是 年代要放在作者的後面 然後我們在引述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這個概念如果能夠 建立起來 對我們在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 鑽學 專業的學術期間的時候 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我們現在很重視著作權 商標權 著作權 某一個 學術上的那個創建 我們 為了尊重它 為了尊重它 就像舉一個例子 就像 那個 我們警察大學 中正堂舉行重大約會 好 那我們邀請總統來 來那個 那個 校慶 921號校慶總統來的 總統一定會問 總統 那個 楊校長好 他會問一下校長好 那假設部長 部長 部長來的話 那個院長來的話 部長你好 院長你好 他是不是先會點名 稱他的名字 表示對他的尊重 那我們學術上就是 引用他的 把這個人的名字把它寫出來 就是說 我非常看重你對於這個學術 這個領域 這個專業 這個著作權 做出這麼重大的貢獻 我引著你的時候 我就會先寫你的名字這樣 好 這個作者 然後再來是年代 然後再書名 再來是出版商 那現在是APA 好像到7.0 之前的6.0 我也寫出版地 到底要不要寫出版地啊 新的的話 各位你看 這個是2023的那個 這個公共行政這個 這個5月份的這個引入格式 他事實上他是遵照APA7.0 最新的格式 出版地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 像台北市 然後點兩點 兩個點這樣 點兩點 那個 點兩點是兩個小點 然後那個是冒號 上面有一點 下面有一個豆點 那個是分號 那如果這兩個小黑點 那個叫做冒號 通常我們是不是台北市 點兩個小點 冒號 冒號就是一點黑黑的 然後下面也是一點黑黑的 同大小 那是冒號 然後上面一點 下面一撇的話 那是分號 是不是台北市 然後冒號 然後無難出版社 三明出版社 三明書局 現在不用喔 各位 現在不用喔 不用寫出版地 寫出版地呢 寫出版地好像是錯的 寫出版地是錯的喔 寫出版地是錯的喔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文章 還是寫出版地喔 其實也沒有什麼對跟錯啦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那個 引住格式 每一個學本的引住格式 都不太一樣 APA 還有那個公共行政的 那我們 我們那個 公共行政的那個行政 政治是行政之母喔 各位 政治是行政之母喔 政治學 行政學是不分開的喔 所以很多政治學們裡面 的研討會 它會 你寫那個公共行政喔 它也給你收入這樣喔 政治學們裡面喔 公共行政喔 各位公共行政 現在那個 公共行政研討會啊 還有政治學研討會 兩個幾乎是不分家的 喔 他們那個solo內容喔 連那個土木工程都算了喔 哈哈 土木工程 因為公共行政嘛 政府的 公共行政就是公家機關的行政喔 公家機關有效的推行行政 公家機關要推行有效的行政喔 預算也算喔 各式各樣的 法律也算喔 法律也算喔 所以我們 投稿 除了投稿法律 行政學們也是可以投 政治學們也是可以投 所以我去投都 很多都被錄取嘛 投公共行政 投那個台灣政治學會 中國政治學會 通通可以被 有被錄取 因為那個 政治是行政之母啦 好 然後那個 國際關係也是蠻 蠻類似的選本 好 各位那這個為什麼專事 那個參考書目不用寫頁嗎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好 各位往前看 為什麼那個參考書目不用寫頁嗎 各位請看到那個 請往前看喔 看到那個第三頁 第三頁齁 蕭武童 第二個部分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蕭武童 黃欣甫 我們是不是給他瓜譜 1990年 這是不是有作者年代 然後頁是不是350頁了 所以 在念文裡面就有頁嘛 所以 所以那個參考書目就不用頁嘛 這樣齁 但是 我們 我們是 跟那個 APA學 但是我們那個 引柱格式不是內文的格式 謹學充肝是 謹學充肝齁 謹學充肝齁 謹學充肝 我們學校也是 那個引柱格式 各位這個是春秋戰國時代 真的 每一家有每一家引柱格式 我們那個謹學充肝是 要內文的齁 要那個夾注的 內文的夾注 可是我們國境學報 跟外思學報 法律學報的是 隨夜下注 所以我們要投稿 謹學充肝 要不要轉換成夾注 剛才我們看到那個 剛才各位看到 那篇文章 宗教的就是投稿 謹學充肝 它有沒有轉成夾注 沒有 它就是隨夜下注 可是我們謹學充肝的 那個 撰寫的格式是要用 夾注的 內文夾注的 就是各位看到的這樣齁 好 他是不是有看到那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頁碼 齁 所以頁碼就有了 所以我們那個參考書目 就不用頁碼 但是我們 在撰寫我們國境警察 碩事論文 或者說我們要寫期刊 如果是 水夜下注的時候齁 通常我們就沒有 互參考書目了 但是有時候審查者 會要求互參考書目齁 大部分是不會的 你只要有柱腳 有引柱就可以 那這個是APA的格式 它內文夾注有頁碼 所以它參考書目 沒有不用頁碼 但是我們是夾注的話 我們就 我們是隨夜下注 就要頁碼齁 各位記得要頁碼齁 好 第二專書 好 再來第二個看到第二個範例 1.2 考選部編的齁 找不到作者 我們就寫它機關的名稱 中華民國考選統計齁 考選部 各位 為什麼兩個考選部 我向各位請教 第一個考選部是作者 然後後面是年代 這是它的書名 然後出版 出版商是考選部這樣齁 出版商 要不要加葉馬 不用齁 我們看英文的書 葉馬 英文的齁 範例2.1 西門 西門 西門是他的姓 各位姓的話 要寫在前面 然後有豆點 然後他做Middle name Fors name A 然後一點 後面再一個Middle name 然後再來是Fors name A 然後一點 各位year 年代的前面要一個一點 然後年代要刮符 我們景璇中間是不用 年代刮符完 你後面那個出來是書名 書名跟年代之間要一個一點 要有一個豆點 書名要反斜線 按照第二版的話是這樣 然後書名跟出版商之間要不要一個點 要齁 Publish 就是出版商這樣 要不要出版地 不要齁 不用出版地 好這樣第一個書的影著我們就解決了齁 好 各位看他看一下那個期刊齁 世恩節 齁 這個公共行政裡面 這是大佬的齁 世恩節齁 好 然後作者年代 那到底是要豆點還是據點 中午的話是據點的 公共行政學報是據點的 然後有一些期刊是 有一些中午的期刊是豆點 都可以啦 各位 豆點跟據點是不用太在意 說實在的齁 好 再來是書名 好 書名跟那個期刊之間 要不要一個豆點 要不要一個據點 要齁 那剛才我們看到的 是不是剛才看到 剛才脫高者景學聰 那一篇文章 我們就是 我也不曉得他的名字 我們也不要講那個 那篇文章的名稱齁 因為這個是YouTube 可以公開網站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不要講篇名的 我們就是某一篇期刊 剛才我們看到的齁 他是不是那個作者 他混淆了 有時候他把那個期刊 卷數放在期刊的前面 有時候放在後面 對不對 那期刊的卷數放在 不管前後面 後面或前面 他都有時候有豆點 有時候沒豆點 常常是沒豆點 期刊跟另一個卷數之間 到底要不要一個豆點 或句號 要 正確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第六頁 東吳政治學報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三十九卷第三期 學報跟卷期之間 要一個豆點 有一個豆點 好 三十九跟三是什麼意思 三的話是第三期 卷的話是三十九 三十九卷 他好像是這樣 有一些 他是會出一二三四五 我們請學衝看 會有啊 出四期五期 又把它定在一本 那叫卷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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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卷 第三十九卷 裡面第三期 那他也有一個總編號 期數 也可以寫那個總編號 但是總期號 那假設是兩百期 那假設有卷的話 最好還是寫一下 好 卷 剛才我們看到那篇文章裡面 也會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卷跟夜碼之間 要不要豆點 他好像常常不分對不對 他的問題點就是 期刊的名稱 跟卷數 跟卷跟期之間 沒有豆點 卷數名稱跟 跟夜碼之間 也沒有豆點 這叫豆點 那要不要寫批 在一到三十九 批批 這就不用了 一到三十九 各位 三十九 瓜壺是三 一到三十九 各位這個 每一個豆點都非常非常重要 具有那個關鍵性的地位跟角色 因為你 你通通不給他點的話 這個是規格 三十九卷 期刊的後面豆點 三十九卷 瓜壺第三期 然後卷期後面跟夜碼之間 要有豆點 這個是關鍵性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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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喔 你不點的話 真的搞不清楚 到底是夜碼還是起 剛才我們看的那篇文章就是了嘛 哇 真的快快揮揮揮揮 好 看他一點二 這中文的不用了 我們看英文版的 看他二點一 順就是他信 然後豆點 然後b一點 然後他為什麼一個c 這個可能打錯了 c一橫就打錯了 各位 c一點 點的後面跟年代之間 要一點 英文的話 大家用一點 英文要用一點 那個 那個 用個那一點 一點 然後年代 刮舞起來 後面一點 書名之間 那個期刊名稱 這個期刊名稱 estimate burn out 這個 公共機關的那個 他的那個 公共機關的能量 好 這是他期刊的名稱 這是他的標題的名稱 好 期刊 各位看到 public公共行政期刊 公共期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各位 卷術 其術到底是放在期刊的前面跟後面 我們剛才看到那篇文 那篇文章是不是他作者搞混了對不對 我現在就跟各位報告一下正確答案 卷術跟齊術要放在期刊的後面 一定要記起來 卷術跟齊術要放在那個期刊名稱的後面 期刊要反斜線 期刊最後面 跟那個卷術後面 跟中間 要一個痘點 好 然後再次58卷 然後齊的話要刮符 好 再來是頁碼 59到65是頁碼 卷術跟齊術跟頁碼之間有一個痘點 那要不要pp 不要 好 各位看到範例2.2 這個make them是他的信 然後痘點r 有時候他只有一個first name 然後一點再一個痘點 這是第一個作者 A作者 A作者 在B作者 ride 痘點r 然後這是他的first name 然後一點再痘點 第三個作者 A 然後痘點 A 然後一點痘點 B的作者 一點痘點 然後C 第二個作者跟最後一個作者之間 那一個要用英文的end 還是用這個 像那個 船 那個定毛那個符號 要用這個符號 不要寫end 寫end 對還是錯 也沒有說多跟錯 就是說你會跟這個學術界 那個慣例不符 你要一看就知道好像 你這個是外行的 各位你知道嗎 你投稿 投稿那個專業的學術期間 你給他寫end 你要覺得 好像沒有受過很嚴謹的學術訓練這樣 會有這個問題點 真的會有這個問題點 好 年代作者跟年代之間有一點喔 各位這個投稿期刊 常常很多人都忘了 年代之間跟最後一個姓名之間要一點 然後刮符 然後刮符 然後刮符後面 跑出來是不是期刊的名稱 也要一點 期刊的名稱 抱歉 這個是期刊的標題title 好 標題跟期刊的名稱之間也要一點 然後期刊反寫線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y 就是這個這個 痘點 十九卷 十九卷五期 然後夜馬 痘點 夜馬581對不對 卷跟夜馬之間要一個痘點 好 OK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專書的論文 某一個人寫一篇文章 再放在一篇專書 再放在一本大著作劇著裡面 好 專文中 各位看到那個范立宜專文中 陳俊明寫 2011年的時候 各位 這個他的篇名之間 作者跟年代之間 英文的 各位 英文的是不是要一個痘點 對不對 然後那個我們那個專文的後面那個年代 直接光伏起來就好 不用一個句點 但是年代跟他的那個篇名之間有個句點 然後接下來是篇名 痘點 宰於 這篇文章宰於誰主編的 余智利這個大教授主編的 寫一個編 好 他編的這本書叫什麼呢 這個 這本大著作叫 廉政與智利 好 至聖出版社出版的 假設台北市 台北市要不要 不用 好 葉 我們那個書跟期欄 葉是不是放在最後面 可是很抱歉 這個專書裡面的論文的話 各位 廉政與專書 他的結構是這樣 這個人 專文中跟這些作者寫的這篇文章 在這本專書裡面的第幾頁 他直接在那個書的後面寫葉29到59 可是我們看他前面是書跟期欄 是不是葉馬放在後面 可是那個專書論文裡面 葉馬是放哪裡 各位記得 專書裡面的論文 專書裡面的期欄的葉馬 是放在那個 那個專書的名稱的後面 緊接著專書的後面就是葉馬 千萬不要搞混 千萬不要搞混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研討會論文 各位看一下第八頁 研討會論文 研討會論文 我們看一下范利 陳余君 2018年 有這麼嚴重嗎 這個是他論文發表 各位 瓜佛論文發表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時候是那個專題演講 那我們也可以給他寫專題演講 還有那個 避報 避報 因為他有時候研討會 他沒有被安排到上台演講 他有畫避報的 寫避報的 避報紙 避報發表也是可以 好 這個研討會的名稱 然後呢 各位 這個研討會的名稱 然後是2018年 研討會的名稱 六月幾號到幾號 如果 月根治有知道的話是更好 然後 各位 通常書的話 是不是要寫那個出版社 出版社 這個呢 這個 到底是要寫出版社 舉辦的單位 還是舉辦的地點 這個就很 這個研討會論文 就是舉辦的地點 舉辦的地點 他沒有寫那個 舉辦的單位是哪裡呢 各位 舉辦的單位寫在哪裡 各位 2018年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 對了 各位 研討會的話 我們就是 那個論文的名稱後面的緊接 就是年代 年代以後就是他的 標示他的 他的那個 主辦的單位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 聯合研討會 這是TASPA 賀爾有名的TASPA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一個TASPA TASPA TASPA 這裡就會有舉辦單位 好 所以我們後面 不用寫那個舉辦單位 不用寫出版社 我們就寫出版地就好了 研討會論文 研究計畫 各位看到 範例1.1 蘇偉葉 Please see the page 8 然後 No.5 Study Project 格式1 1.1 蘇偉葉2017年 他那個作者 各位 我們要引著別人的資料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因為我們很尊重你對於學術上 對於這個專業領域的重大貢獻 所以我們很重視你的大名 所以我們一定要 各位一定要這個觀念一定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標示大名 標示大名 各位很多人的作作權會被告 不管是碩士論文 博士論文 或是抄襲的 很多都是沒有引著的 但是現在 現在好像只有 即便你一個期刊裡面有20頁 你引著的兩三頁是可以的 四五頁好不好 四五頁好像就要四分之一了 不是很OK 即便你每一頁 你每一段都可以引著 是作者看來是很高興的 但是 就是很 他內心說 哇塞 你有抄我四分之一的論文 雖然你有引著 每一段都有引著 是很高興的 幫我推銷 問題是 他會覺得說 你也要長近一點 各位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說 不要引用太多人家的文章 但是 一定要把那個作者標示出來 非常非常重要 表示說 對他的尊重 各位你知道嗎 人跟人之間相處就是 最忌諱的就是 教唆名字 教唆名字 這樣 所以我們一定要寫他的作者 叫連帶 好 研究他的名稱 編號 MOST 這個好像是科技部的 科技部 好 行政院科技部 現在又改回國家科學研究 國科會了 好 各位 各位這個 我們專屬的話 是不是出版商 對不對 就是科技部 好 OK 這樣我們就跳過去了 好 我們看一下學位論文 各位 各位看到一個 盧瑋斯 盧瑋斯賀耳有名 他現在是我們新管系的系主任 上個月才派的 之前是黃慧娟 現在是盧瑋斯教授 他研究室好像在二樓 他研究室好像在二樓 差很高 盧瑋斯 好 他現在是中央警察大學 中央警察大學 的那個 新聞系的主任 剛上任 上個月才派任的而已 內政部才派的 盧瑋斯的博士論文 1996 各位看一下 瓜福 作者 然後瓜福 年代 年代跟他 他那個專順 博士論文的名稱之間 要個據點 逗點也是可以的 組織學習的理論性探討 哇 這本博士論文寫得很強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都是寫理論的 寫理論的 第六個 第六個 他是寫理論的 好 各位看到他的第六個 好 學位論文裡面 各位 為什麼叫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為什麼他叫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他這邊應該是博士論文 為什麼叫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因為他沒有申請ISBN 如果他後來 他把它轉換成那個專書申請ISBN 他就是博士論文的 各位他有沒有寫 未出版的博士論文 為什麼 各位寫的論文也算是未出版 那有一個人懷疑說 我現在授權到國土都可以上網 全文上網 我全文上網 每個人都可以看到 這樣不是出版的嗎 各位 我們那個出版跟未出版 不是說全文上網 每個人都可以下載 而是說 你有沒有向那個國家圖書館 申請一個身份證編號 那個叫ISBN 有身份證的話 才是認證的 才叫做學術著作 沒有ISBN的 像那個研討會論文集 或是說像這種說博士論文 有博士論文才能帶大學教書 可是如果從那個學術的credit裡面 你只要沒有像那個國家圖書館申請ISBN 都不算是正式的學術著作 不是博士論文是學術著作 但是不是那個嚴謹的學術著作 不是很嚴謹的學術著作 所以都是未出版的 好 那這個它是國立政治大學 各位想說 國立政治大學的那個博士論文 還是不是學術著作嗎 算是學術著作的 但是學術著作裡面有分出版跟未出版 它是沒有身份證的那個學術著作的 各位很好奇 蛤?什麼是身份證? 身份證就是有像國家圖書館去申請ISBN 就像我們國民身份證一樣 你有那個國民身份證 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沒有的話完全都不是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你沒有申請國家圖書館的那個ISBN 就完全不算是那個嚴謹的學術著作 所以你不會想說 天啊! 政大台大的那個博士論文還不是學術著作 什麼是學術著作 算是廣義的學術著作 但是它是未出版的 沒有像國圖出版 生寫ISBN的許術著作 好 那個如果在許術間裡面要深等 要評鑑 一定要有ISBN 各位那個叫做嚴謹的 你說大學裡面助理教授要升護教授 護教授要升教授 要升等 要評鑑的 你如果沒有像國圖生寫ISBN 那個期間沒有ISBN 專書沒有ISBN 完全都不列入那個點數的 就是你寫的這個文章變白寫了 完全沒有績效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ISBN這樣 所以這個算是 這篇那個 盧韋斯教授的這個 他的博士論文算是廣義的學術著作 但是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 就是升等的時候不列 還有升等啊 評鑑都完全不列入分數的 他那個點數等於零 零喔 各位 真的是零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申請ISBN這樣 沒有身分證 好各位看到第七個 易著 好 各位易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點喔 各位你看喔 范黎韋斯還有戴頓 各位你看喔 他那個 易著的話 應該看一下 好 各位這個 這個 這個原作者是誰呢 是范黎韋斯 韋斯跟那個 Gridan 元柱 1997元柱 誰給他翻譯的 元柱是比較早 翻譯呢 他那個書名叫做 學習革命 誰翻譯的呢 在那個書名的後面直接寫那個 林立寬 他是林立寬翻譯的 各位林立寬翻譯 所以那個易者的名稱齁 林立寬是直接寫在那個學習革命的後面齁 哪一家出版社出版的齁 中國生產力中心 各位我們剛才看到書名是不是要有一個作者 作者是誰 有啊 作者就是范黎韋斯 然後 年代1997 書名也是學習革命 啊那個翻譯者如果給他連接進去 就寫在書名的後面 林立寬 出版地 好 然後 這個就是易者齁 這就是易者這樣齁 好我們看一下第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八報紙 各位看到第九頁報紙 翻譯 報紙齁 陳孝平作者 各位 不要寫那個什麼中國時報啦齁 什麼什麼報啊齁 什麼台灣新生報啦齁 台灣日報什麼 就是報紙的名稱 這樣不好 為什麼 這樣有個問題點就是說 你是尊重報士 但是我們學術著作是要尊重那個作者 各位你知道吧 作者 作者 陳孝平 陳孝平他是不是聯合報 各位可不可以寫聯合報 然後2007 可以的啊當然是可以的啊 但是你不寫標示作者的話 又產生幾個問題點 就是說 奇怪啊這個 為什麼你這個作者 你為什麼不寫那個 你這個 這篇文章你為什麼不寫作者呢 你為什麼要寫聯合報呢 聯合報正式的格式就是這樣 各位 作者然後年代 然後他這個 他那個作者寫的那個名稱 記者寫的名稱 再來寫聯合報 聯合報事實上還要寫的齁 然後他作者 我們就是 基本上還在小看生率的力量 這篇文章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然後他這個 在學術上 在這個實務上的貢獻度 就是陳孝平先生做的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尊重很尊重作者 好 年代 據點 還在小看生率的力量 這就是寫那個 那個文章的名稱嘛 聯合報 然後3月7日 然後A15 A15就是他的版次啦 好 網路資料 好 終於講到網路資料 各位 網路資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引用 撰寫文章 大量引用文章 維基的資料可不可以引 有兩派 有兩派 一派的話 很看不起維基 把那個維基 簡直是當作垃圾一樣 他說正式的學術論文 碩博士論文 引用維基的話 會被他 有一些審查者 到現在也是會有 兩派 兩派 一派的人就是說 維基這麼不正式的 網路名稱你幹嘛引用 有一派的講法 是認為 我是屬於後派的 可以啦 應該也是可以參考參考 其實有一些維基還是蠻專業的 就兩派 但是有一些人很堅持 你的碩博士論文 你投稿的期間 你給他引用維基 他那個審查意見裡面 他就給你 點出來 你引用維基的不適切性 好 網路資料 網路資料 各位 找到作者 第一次作者 找不到作者的話 即夠 然後再來年代 發表年 一模一樣 跟書跟期間都一模一樣 還有研討會論文 好 然後再來是資料名稱 各位有沒有看到網站的名稱 網站上的名稱 然後發表的月日 其實 剛開始的時候 以前的話是發表年月日 我覺得其實不用這樣寫 但是他這是規格的 他是這樣規格 各位 網站的名稱後面寫月日 那要不要寫那個上網的時間 上網的時間 要不要寫 現在不用寫上網的時間 各位 retrieve the fund retrieve r e t r i e v e 要不要寫什麼時候上網追蹤 不需要 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各位看到第九頁 page 10 第九個網路資料 作者 然後 有找到作者 找不到的話寫那個 他的網站名稱 是考選部的嗎 2018 他2018的時候有發布的 106年的考選統計年報 各位五月 那以前的話 是考選部 2018 然後一個dash 然後再一個05 然後再一個日期 年月字 現在就是把那個月 放在後面 說實在我個人看法 像現在這個格式 有夠差的 真的 連個月不是要放在一起就好嗎 幹嘛放在後面呢 但是他從這個問題點 另外一個問題點就是 也有一個好處 因為他的連報 106年的連報 這邊要看他 他發表的月跟字 也是可以 網站的名稱 要發表 網站的名稱 然後發表的連月字 好 OK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個 下一個 好快要結束了 其他 其他就是沒有了 好 因為網站很重要 我們這部分 再稍微 再解釋一下 格式二 各位看到格式二 Other Other就是他的姓 Less name 各位柯與瑞 像我叫柯與瑞 我請問我那個柯 是Less name還是First name Less name Less name 各位別想到說 你不是第一個唸柯嗎 通常我們是宇瑞 各位 宇瑞 然後 宇瑞柯 英文叫做宇瑞柯 柯的話 姓要放在我的最後面 宇瑞是我的 那個 First name 那個First name 宇瑞 柯是Less name 宇瑞柯才是正式的學法 但引住的時候 把柯提到前面 所以柯變成我的姓 是Less name Less name Other就是Less name 姓 柯 然後鬥點 宇瑞 玉就是Y 然後一點 R 然後一點 那個A 第二個A跟這個 First name跟year year之間 那個要一點 然後year year括弧 title of work 就是這個 作者在網路上的名稱是什麼 網站的名稱 各位有沒有看到 網站的名稱 網站的名稱 好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范利利 范利利寫的對還是錯 范利利寫錯了 我跟妳講 各位范利利哪裡寫錯呢 各位 應該考選部 2018 106年考選統計年報 然後要寫一個考選部 考選部 當然它為什麼不考選部呢 也是正確 因為它是考選部發布的 兩個是單一 所以後面那個省略的 好 格式二 格式二的話 各位有沒有看到呢 網站的名稱 Websign 格式二 然後呢 Mondate 月 然後HTPP 要不要寫上網 查詢的時間 或retrieved fund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各位看到格式三 沒有作者 沒有著名的 假設 各位 假設那個作者找不到的話 就找機構 那為什麼叫未著名 因為它有時候連帶真的找不到 這常常見到的資料的名稱 好 各位 網站的名稱 網站的名稱 什麼時候寫retrieved fund 因為 各位看到格式三 跟格式一 差在哪裡 格式一是不是有作者 它有出版的連月日 當我們找不到連月日的時候 是不是未著名連月日 對不對 我們這網 資料名稱 網站的名稱 我們要寫一個retrieved fund 那個 抱歉 應該是說那個 檢索的時間 檢索的時間 要寫檢索日期的連月日 那可是格式一跟格式二 沒有檢索的日期 為什麼這裡會冒出一個 檢索的月日 因為 各位看到格式三 作者 機構 它是不是寫一個未著名 年代未著名 它不曉得這個是 這一篇 這一篇大作是什麼時候發布的 所以它就檢索了連月日 最後一個 我們看一下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 我們剛才看到前面一篇文章 一剛開始都給各位看到那個文章 我們有沒有發現說 它引著的那個網站資料 格式好像是不是很錯亂 有時候它就只有貼那個網址而已 這項證據還是錯 這跟各位報告 百分之一百錯 各位看到範例是 U.S. Census Bureau 人口統計局 各位它是不是沒有寫那個 年代 沒有年代對不對 沒有年代怎麼辦 它就資料的名稱 資料名稱 資料名稱叫 U.S. and World 美國 就是跟全球的人口統計資料 資料要寫網站的名稱 U.S. Department of Commence Retrieved 各位有沒有看到檢索的月字 檢索的那個英文 各位英文要先寫那個月 January 1月9號 然後2020年 有沒有 這就是檢索的月字年 然後範 如果有年的話 作者後面有年 就不用寫那個檢索的年月字 沒有年的話 各位沒有年的話 各位看到範例是 有沒有沒有年 它是不是寫一個retrieved 為什麼要retrieved 它那個1月9號2020年 都把它寫出來 可是前面沒有啊 因為最主要就是 各位看到範例是 U.S. Census Bureau 它後面理論上要有年代 這個人口統計局 它到底是什麼時候 發布這個年代的 網站上它沒有標示 很多沒有標示的話 我們不曉得它什麼時候發布 所以我們就要寫那個 檢索的年月字 當 各位看到一個範例1 當考選部2018 它是 我們可以確認它是 考選部2018發布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寫那個發表 嗯 檢索的年月字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非常感謝各位 同學的聆聽 感謝各位嘉賓的聆聽 那我們時間到了 那我們就 各位先等我一下 我先把那個軟體關聯